两场临近球八个犯规,杜峰却把他当铁手发,连姐说都不好意思报数据,昨晚的斯杯比赛终于全部结束,最终面对输给了红队的突尼斯,南篮篮队发挥很一般,将胜利拱手让给了对手,全场比赛,南篮篮队的周鹏,胡金秋等人发挥不错,但他们的后卫线仍然出现了巨大问题,尤其是于德豪,完全看不出应有的贡献。 上一场比赛,于德豪发挥就很一般,出战三十分钟时间仅次于周鹏的情况下,拿到两分五助攻三犯规一失误,投篮无疑命中,由于他的不稳定,杜峰最后四十秒,甚至只能让周鹏运球过班场,这也导致了失误,今天的比赛,于德豪表现在次很差,出场十一分钟的情况下,没有运动战进球只有五犯规一失误被罚下, 两场运动战零进球却有八个犯规,于德豪的表现无法承担后卫线的责任,虽然郭艾伦还没回归,但胡明轩周站东都是很不错的后卫,结果杜峰给他们的出场时间完全不如于德豪, 此一胡明轩拿下十二分三助证明了自己,但如果不是于德豪的犯规过多,他还是机会不多,然而昨晚的比赛,由于发挥太差,最后于德豪作为首发空位,接收员连数据都没法报,事实上,考察了这么久,到底持有能力,杜峰也该有个定数了。